所謂的節能減碳 它到底是節什麼能 節什麼碳 那又跟各位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這邊講的碳 是二氧化碳 它是溫室氣體當中的其中一種 進而造成各種不同的氣候變遷 以及極端氣候 二氧化碳排多 你會被收更多的錢 台灣也即將要針對二氧化碳 或者是溫室氣體開始收費 更重要的問題 怎麼節能減碳 怎麼減成本 其實不難 兩個步驟 資金探盤查 幫助大家理解樂泰的解決方案 如何能夠幫大家達成節能減碳 感謝各位今天再次來參加 樂泰網路研討會 我是今天的講者 首先要謝謝大家今天播空來參加這次的研討會 我們今天會探討的話題 通常在這個直播平台探討的話題 在過去都是跟接著技 或者是設備相關的主題 今天我們要探討的話題 比較特別一點點 是最近很熱門的一個熱門議題 不過在這之前呢 先讓我用一點點的時間介紹我自己 我姓陳 各位可以叫我Gino 在2008年到2020年 我事實上是在台灣漢高服務的 前五年我在台灣漢高擔任工業用接著劑劑 這個部門的行銷經理 那負負責掌管台灣這邊 所有工業用接著劑劑的行銷活動 以及市場開發 那也因為這個經驗 所以我對台灣傳統的製造業 一般的工業有很全面的了解 那特別是幾個重點工業 像是工具機 馬達 自行車 醫療器材 螺絲扣件 或者是鋼鐵業 我都有挺深度的研究 在擔任完台灣的行銷經理之後 我轉調到上海擔任 業務以及供應鏈之間的策略部門經理 那領導一個流程優化的計畫 那後來在2008年到2020年呢 到了電子財貸部門 擔任全球的半導體行銷經理 我本身在2022年 發現到網路上以及社會的輿論 開始對一個話題有非常熱烈的討論 也就是ESG 所以我開始充實我自己的學識 參加一連串的訓練課程 那目前為止 我拿到了兩個ESG規劃師的證照 以及14067 14064碳盤查 還有14067碳足跡的認證資格 我也是碳資產管理師 那目前是一個專業顧問 負責輔導企業 執行碳盤查 碳足跡 以及協助他們撰寫ESG報告的這個工作 那希望各位 希望將來有機會為各位服務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今天正式的主題 碳 那我們現在正式的進入一個碳有價的時代 所謂聽到價這個字就代表錢 那通常我們在執行公司的業務 在做工廠的營業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成本的高漲 這幾年所有的原物料價錢開始不斷的攀升 更因為這幾年來的通貨膨脹 所以導致我們的錢越來越薄 我們已經很煩惱我們的成本不斷的上漲了 現在你要跟我講碳是有價的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跟大家來一起面對 這個碳有價時代帶來的這個碳憂慮 我們首先會先看到所謂的節能減碳 它到底是節什麼能、節什麼碳 那又跟各位有什麼關係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碳到底是什麼碳 它從哪裡來?它又值多少錢? 最後我們會分享一些些我們知道的一些案例 幫助大家一起邁向我們都想要達到的低碳生產 接下來螢幕上的這些名詞應該都是各位常常在 各種報章、媒體、新聞、網路討論串 常常會看到的一些名詞 碳排、節能減碳、碳稅、碳權、CO2 如果大家仔細看 各位各位應該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 很多名詞裡面都有這個碳字 接下來我們就要跟大家分享這個碳到底是什麼碳 它是我們的原子碳呢? 還是木碳? 還是你穿在腳上腳不會湊的竹碳? 或者是你在山西或者是澳洲可以發現很多的煤炭 還是你每年中秋節拿來烤肉的烤肉碳? 其實我們這邊講的碳是二氧化碳 我們更精確的一點 它是溫室氣體當中的其中一種 我說其中一種就代表說它還有其他不同的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總共有七種 二氧化碳之外 甲碗、氧化亞蛋、核氯碳化物、全佛碳化物、三佛化蛋、六佛化硫 這七種溫室氣體當中 最常見的應該是前兩種 二氧化碳以及甲碗 那在今天的討論裡面我們會專注在二氧化碳上面 二氧化碳為什麼重要呢? 跟各位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一張由環境部以前叫做環保署 去年他們改組叫做環境部 發出來的 事業單位溫室氣體盤查指引中間的一個圖 這個圖清楚說明了 事業單位在它運作的過程當中 不同的行為 從上游的運輸、下游的配送 一直到事業本體的製造 這中間各個環節都可能產生不同種類的二氧化碳 那我們相信今天來參加的各位朋友 絕大多數你們都應該是在貴公司或者是貴單位 生產部門當中擔任重要的藥物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針對在生產的部分 加以仔細的講解 以生產的環節來看 這邊會有兩種不同的排放 一個是直接的溫室氣體排放 一個是間接的溫室氣體排放 我們先講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這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 只要你看到有燃燒的行為 通常都會有溫室氣體的產生 什麼燃燒行為呢 貴公司的公用車是不是有燃燒汽油 貴公司的貨車車隊 或者是廠內的堆高機以及各種移動的器材 是不是有燃燒柴油 廠內的加熱設備 有沒有用天然氣液化石油氣 廠內的鍋爐是不是用煤炭來加熱 廠內的製程是不是有使用焊接 而這些行為因為有燃燒 如果大家還記得一點點化學嘗試的話 碳分子加上氧原子經過適當的溫度 就會有燃燒反應 進而產生二氧化碳 而這些就是廠內主要二氧化碳的來源 也就是我們這邊講的直接排放 那當然在直接排放的範圍裡面 還有其他的項目 比如說像製程排放 比如說像液散源 我們就不涵蓋今天 都涵蓋在今天的分享裡面 我們針對於燃燒行為來看 在另外一個方面能源間接排放 我們這邊講的是用電 相信各位的廠內辦公室組織環境裡面 一定有用到電 可是如果各位用的是台電 用的台電發的電 或者是其他民營電廠發的電 只要你用的電不是所謂的綠電 什麼是綠電呢 太陽能 風力發電 地熱發電 只要你用的不是這些綠電 你用的是台電發的電 或者是其他民營電廠發的電 你一定會有碳 根據台電的數字 每發一度電 就會需要排將近0.5公斤的碳 所以這個就是工廠或者是事業單位 間接能源排放的來源 好了講到這邊大家可能會稍微有點疑問 溫室氣體就溫室氣體排碳就排碳 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們接下來給大家兩個理由解釋一下溫室氣體為什麼重要 如果大家回想一下過去幾年的溫度是不是越來越高 夏天是不是越來越熱 冬天是不是變得跟以前的夏天一樣熱 根據我們的記錄 2023年也就是剛剛過去的那一年 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 而特別是去年的7月7號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天 那一天全球的均溫達到了17度以上 我們如果把範圍拉小一點 只看台灣 這是去年7月5號、6號、7號 三天的台灣圖 用氣溫來做分界 7月7號這一天 台灣有20%以上的地表面積 氣溫高達34% 高達攝氏34度或者是更高 所以說全世界普遍性的氣候變遷 酷熱天氣已經是個常態 而這一些現象的產生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 都跟溫室氣體有關係 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增加 會造成我們吸納的氧熱量增加 進而造成各種不同的氣候變遷以及極端氣候 這是第一點 告訴大家為什麼溫室氣體這麼重要 第二點更實際了 二氧化碳等於錢 更正確的來說 比排更多排二氧化碳排多 你會被收更多的錢 這個是這張圖告訴各位 世界上已經有那麼多不同的機制 會對二氧化碳的排放 有一定的費用或者是讓它定價 目前的區間 一噸的二氧化碳大約是61塊 每金61塊到122塊之間 我們預測在2030年這個範圍大概會縮小到 每一噸二氧化碳75塊到每金100塊之間 也就是2100塊到3000塊台幣之間 台灣也即將要針對二氧化碳或者是溫室氣體 開始收費 這個是去年 2023年12月29號剛公佈的法案 這是剛公佈的碳費收費辦法草案 這邊明定了我們的時程表 會根據目標的鎖定的事業單位 在2024年全年的排碳量 用這個作為基礎 2025年開始收費 收多少呢 每一公噸的二氧化碳會收320塊台幣 這是目前暫定的數據 之後會不會調整可能還是會 好 更重要的問題誰會在收錢 目前預定是512家排碳大戶 所謂排碳大戶的定義就是 年排放量大於2.5萬噸 二氧化碳當量 這其中包含了幾個重年產業 電力業、鋼鐵業、煉油、水泥、半導體、LCD 以及石化業等等 好 這個是台灣的狀況 即將在2024、2025年開始收費 世界各地也開始要收 美國的清淨法案 CCA也是20 希望這不影響 美國的清淨法案也會在2024年開始收費 預計收費的金額是每一頓 被氧化碳1700塊台幣 哪一些產業會不會收費呢 目前鎖定的第一波目標名單是25個行業 其中跟台灣比較有相關的 水泥、石灰、鋼鐵、氫氣、極熱酸等25個行業 另外在歐盟那邊有一個C變的方案 也已經頒布了很久了 預計會在2026年開始收 目前收費的標準大約是在每一公噸二氧化碳2800塊台幣 哪一些工業已經被鎖定在第一波的收費名單呢 電力、水泥、化肥、氫氣 還有更重要的跟台灣非常有關係的 鋼鐵或鋁的加工物 這些包含了螺絲螺帽的扣件頁 以及鋁製容器、鋁管等金屬產品 看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聽眾可能 我們的觀眾可能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啊糟了 我的行業被列在這些行業裡面 我可能要開始緊張了 第二個部分的觀眾可能會覺得 沒有關係 我的行業不在這些第一波的鎖定名單裡面 沒關係 大家可以先這麼想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即使你沒有被列在這個第一波的收費名單 你的客人可能會被列進去 一旦你的客人被列進這些名單 他們可能就會反過頭來要求你們 麻煩提供給我們一些低碳的產品 因為你產出的碳 會變成他們的間接排碳 會算在他們頭上 而這些名單都只是目前暫定的名單 將來會不會增加 一定會 時間還不知道 所以要及早做準備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給大家一些簡單的例子 幫助大家知道一噸碳到底是什麼概念 根據台灣電力公司 我剛剛講過了 每發一度電 大約會產生0.5公斤的碳 所以你的工廠 你的公司 辦公室每用掉2000度電 會幫你帶來一噸的二氧化碳的間接排放 廠內的公路車 業務老闆的公路車 每用掉342公升的汽油 會幫你帶來一噸的直接排碳 廠內的貨車 堆高機 每用掉300零英公升 也是一噸的額外排碳 廠內的加熱鍋爐 每燒掉380立方公尺的天然氣 一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如果從原物要使用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廠內有用當盤 在進行設備或者是產品的製作 每用掉4143公斤 就等於帶來一噸二氧化碳的間接排放 413公斤是什麼概念呢 如果今天這個鋼板是兩公分厚 大約就是162公分平方 這麼大的鋼板 就等於是一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假如說廠內的設備組裝 在組裝的構成當中需要用到螺絲 每293公斤的螺絲也會 為各位帶來一公噸的間接排放 那293公斤如果我們以 M10的螺絲來看 加上5公分的螺絲 大約是2000組左右 好所以講到這邊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小總結 各位應該知道 二氧化碳它其實就是溫濕氣體的其中一種 那溫濕氣體為什麼重要 它跟氣候變遷有相關 可是更重要的是 它跟成本會有關係 那怎麼去衡量你的二氧化碳排放呢 可以用這些指標 去做為各位的一個參考 如果各位需要更多的參考 可以去上這個環保署 或者是環境部的這個網站 產品碳足機資訊網 它是一個免費的網站 各位只要登入 就可以查詢更多的資料 講到這邊 我們幫助大家了解一些背景的資料 接下來更重要的一點是 怎麼節能減碳 怎麼減成本 其實不難 兩個步驟 第一 找出所有排碳源 這個聽起來不是很容易了解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幫助大家理解 就是減肥 跟減肥一樣 減肥的第一個動作 你要先量體重 你才知道你現在的體重 跟你的標準體重 到底差多少 而這個 找出所有排碳源 就是一個量體重 那要執行這個步驟 就要找外面的專業顧問 比如說我本人 執行碳盤查這個作業 按照14064的準則去做 去執行 這是第一步量體重 找出所有的排碳量 第二個步驟 減少排碳熱源的排碳量 文周周的聽不懂 好我們再用 減肥的這個例子 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在減肥過程當中 並不是一昧的少吃多運動就好 你要先搞得清楚 你到底是肚子大 屁股肥 還是內臟脂肪多 回到這邊來看 你在做碳盤查的時候 你會知道 場內的用油比較多 還是我們的加熱鍋爐燒掉了太多的煤炭 還是我們的貨車因為年代久遠 它的油耗不好 這些都可以幫助各位理解 怎麼樣才能夠最有效的降低場內 或者是事業單位範圍裡面的排碳量 我們是要從用電左手 還是要從用油左手 還是我們的鍋爐太老 就我們的設備太老 就需要更換新的設備 以求得更好的能源轉換效率 這些做完第一步碳盤查之後 就會知道了 好 所以在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減低排碳熱源的排碳量 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到了 減少能源消耗 減少用電 減少用油 減少燒煤 這些都可以很直接的直接降低我們的排碳量 第二個步驟 選用低碳原物料 只要你用的原料 你用的物料 它的量 碳排碳量又低 會讓你的間接排碳量也一併下降 甚至可以增加你製程方面的效率 我們接下來回到我們這邊品牌的主題 我們幫大家整理了幾個樂態產品的例子 幫助大家理解樂態的解決方案 如何能夠幫大家達成節能減碳 首先 這是一個關於樂態低單組份 環氧素質的例子 我們有 單組份的環氧素質 它對於溫度的敏感度比較低 換句話說 它在運輸的時候 可以減少乾冰的使用 它在儲存的時候 也不需要一定要儲存在超低溫的環境裡面 這會帶來什麼益處呢 第一 減低運輸的碳排 第二 同時降低儲存時候的碳排 那 換句話說 你可以減低單兵的用量 也可以降低你在儲存的時候消耗的超低溫的電力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光固化 紫外線光固化源 目前漢高已經研發出最新只需要3瓦 就可以做到固化UV膠的設備 相較於以前1000瓦的設備 這中間的能源消耗降低的非常非常多 可是卻一樣能夠將我們的UV膠固化 就可以進一步減少職程方面的能耗 降低能源的碳排 第三個例子 各位如果在組裝設備組裝產品的時候 有用到螺絲鎖固 搭配了漢高樂態的螺絲膠 可以增加25%的鎖固力 增25%的額外鎖固力 就意味著各位有機會可以減少25%的螺絲使用 一方面減少物料的使用 二方面更重要 在原件的加工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少設計25%的螺絲孔 進一步降低組件的加工碳排 最後一個例子 是我最喜歡的例子 大型的進料渦輪葉片 不管今天進的是什麼料件 通常這種進料渦輪 都是日以積夜244小時 沒有休息的來進料 時間久了一定會對渦輪葉片產生磨耗 磨耗磨耗下來 你如果不處理 就會造成渦輪葉片的損壞 甚至是斷裂 在過去的工法兩條路 第一個焊接 第二個更換整個組件 焊接會造成現場工作人員的危險 而且也會增加能源的消耗 如果採用焊高熱態的複合材料 原地修復 一方面可以降低 減少我們的停工時間 第二個更重要的 我們可以避免更換整個渦輪葉片 所以我們可以降低原物料的碳排 降低施工工法的碳排 也可以進一步的降低整體的碳排 以上這四個例子就是我們很簡單的跟各位分享 碳到熱態的解決方案 如何能夠幫助在節能減碳低碳生產更進一步 最後為大家做個總結 節能減碳很簡單 兩個步驟 執行碳盤查 這邊如果各位有興趣執行碳盤查 或者是有其他的相關的問題 歡迎隨時利用E-mail 或者是我個人的Linking帳號 與我取得聯繫 第二 如果各位有興趣知道更多 樂態解決方案的訊息 歡迎隨時各位跟你負責的地區業務聯繫 相信所有的業務團隊 所有的成員 都可以非常快速的給到各位一個滿意的答案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那我們應該還有一點點時間 線上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直接的跟大家互動嗎 如果這邊有一位王老闆 如果是台灣工廠輸出到美國需要被美國課稅嗎 會 好我們先不講說他收費的基準 還有細節是什麼 原則上 到了美國 到了歐洲 那一邊的進口商會需要 依照各地的探費或者是探稅的收費標準去繳費 那這也同時帶到了另外一個原則上面的問題 基本上他不會一稅兩克 也就是說 你如果這個產品 在台灣已經付過探稅了 在美國或者是在歐洲 甚至是其他世界任何地方 他會把你已經付掉的這個金額扣掉 所以你不會被重複課稅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嗎 有人問到一個很關鍵性 也是我很開心看到的一個問題 做一次探盤查大概需要多少錢 這個其實沒有很標準的答案 要看執行專案的難度以及 貴公司貴工廠貴事業單位的規模大小 如果只是一個工廠或者是辦公室 這當然收費比較低廉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講的是好幾個廠區 甚至是還要到世界上的其他的幾個分駐的廠區去做 那這個當然會造成成本上的增加 因為至少會有交通費的增加 可是我想各位既然波榮來參加今天的網路分享 只要各位能夠證明 各位有購買漢高樂態的產品 不管是跟台灣漢高直接購買 或者是跟官方代理商 合約代理商購買 我們都會提供給各位額外的折扣 好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好那目前為止沒有其他的問題 再次強調一下 請各位踴躍填寫今天的客後問卷 謝謝 那也希望各位能夠 今天的分享能夠 能夠帶給各位一些些參考的價值 那希望有更多的客後迴響 在此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謝謝